寵物保姆 寵物美容 是哪一個需要專業考試 寵物保姆 我很驚慘 寵物保姆 請揭曉 只吃菜不吃澱粉 可能會造成體重反彈 黑食蟹糖上升 請想答 這就是給成假的女士 那麼巧 來 只吃菜不吃澱粉 會怎麼樣 體重反彈 體重反彈 請揭曉 這應該餵不餵什麼的 因為如果你開始吃澱粉之後 你身體就會加倍吸收糖類 對 然後你始終就會 你太久沒吃了 如果你忍不住的話 一吃會吃 你吃了之後會加倍吸收 好 要跟大家說 其實現在很多人在減重的時候 都會完全戒糖戒澱粉 但是事實上 戒糖戒澱粉 的確可以在早吃的時候 讓你快速變瘦 但是也會讓我們的身體的基礎 代謝下降 那如果一旦你回到了 這個正常的飲食 或者是你最慘 吃了一些澱粉類的食物 進去的話 體重就會快速的回彈 同時我們的人 當然飲食均衡非常重要 所以一旦你沒有攝取澱粉的話 其實會容易造成 我們的記憶力下降 然後當然神經的功能也會減退 情緒也會比較容易不佳 因此每天 就算你只要攝取比較多 蛋白質少澱粉 也應該還是要攝取微量的 這個原型食物的澱粉 來 好好寫 七樓之三 七樓之三 對嘛 幫幫忙 現在怎麼會是幫幫忙對不對 很香 好慘 小燕姐 我們一萬以下的不到一半 你們真的能選好幾個出來 怎麼 怎麼 還有十三秒 希望有兩題 來 四十五轉 請出題 寵物保母與寵物美容師 何者需要經過專業的考試 請下 好 莊凱勳 寵物保母 寵物美容師 哪一個需要專業考試 寵物保母 為什麼要笑成這樣 我還聽 寵物保母 請接腳 沒有 其實 因為現在台灣的規定裡面 沒有規定寵物保母 它需要一個證照 但是那個美容師是需要的 而且它是需要一定時數的 你的那個實習經過之後 你才可以擁有這個執照 去開了那個美容店 因為你說 它只是美 美觀的問題而已 但是因為其實貓 狗 牠們都會有一些緊迫的問題 牠去到一個陌生環境 有一個陌生人要碰牠 牠其實是會 可能會產生你在家裡面 沒有遇過牠的狀態 所以那些美容師 可能更需要 有一些專業的知識去 要怎麼樣保定牠 要怎麼樣去幫牠 照顧牠的皮膚 而不會受傷 其實都是需要 有一些專業的知識 牠怎麼樣能夠放心 讓你治療 讓你清洗 還要讓你美容 牠的心理狀態 都要去照顧牠 這比較難 心理照顧牠 保母只要看著牠 餵牠就行了 其實保母 我認為牠還是需要 去自己 只是台灣還沒有 還沒有這個症狀的部分 對啊 對 牠還是需要自己去 進修一些貓咪行為 狗狗行為的這個東西 最後一題 請主題 根據二三次減肥法 每餐建議 攝取四十Percent的蛋白質 還是脂肪 請請 林宇軒 林宇軒 你現在林宇軒搶掉這個 目前的第二名是誰 目前第二名是陳家 你距離牠落差有六千 你必須要答對 而且按超過六千 就把牠擠下來了 好 了解嗎 好 牠是唯一威脅你的 走 來 說話 蛋白質 百分之四十的蛋白質 請借腳 怎麼會 你剛好在搖滾去 上話請對牠解釋 好 其實有點類生童的概念 牠二三四減肥法 跟我們想像中不太一樣 因為牠是二十五Percent的蛋白質 三十五Percent澱粉 四十Percent 牠是脂肪 那其實就是希望讓我們的身體當中 這個好的脂肪酸 比較多的時候 牠可以延長我們的飽足感 比較不會容易餓 但是吃了這個脂肪 牠其實來源也非常的重要 不能吃不好的油 所以像是一些優質的油 比如說牛油果 就像是酪梨 牠其實就算是好的油 那我們的社群量 可以稍微多一點